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救了集团老总一命 下一秒他就跪在了我面前 高人 您才是真正的高人 苦先生 是我有眼无珠 不识您卢山真面目 您接连救了我两次 是我盛启风的救命恩人 之前多有冒犯 还请您原谅 盛启风跪在我面前 态度极为真诚 多年前他和他哥哥盛起强闯荡的时候 也有幸得到过一个高人的指点 否则他们兄弟俩的坟口草都有两米来高了 现在他终于可以确定 眼前这个年轻人和当年遇到的那个能掐会算的高僧一样 都是他们命中的贵人 旁边几个保镖看到这一幕全都傻眼了 没想到他们眼中高高在上的盛总居然会给别人下跪 盛总 起来吧 不必如此 其实我救你 也是有目的的 我之前说过 你手里莽村的那块地皮我很想要 如果可以的话 你开一个价钱 我绝不还价 盛启风坐回到了椅子上 很是恭敬地看着我 苦先生 莽村这块地皮我可以让给您 您别怪我多嘴 现在那帮港商对莽村的投资势在必行 他们财力雄厚又有官方的扶持 如果您是想自己单独开发这块地皮 我劝您还是要三思而行 多谢你的提醒 这些我都考虑过 肯定不会这么草率的 那好 苦先生 你也知道这块地皮是我们公司集团的财产 十几个股东都在盯着 否则的话 我完全可以送给您 您看这样行吗 就以一两千万的价格卖给您 如果您觉得贵的话 咱们可以再商量 行 就这么盯了 我听到这个价格之后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这块地如果卖给那帮港商 最少也是四五亿 盛启峰以如此便宜的价格卖给我 很明显是在报答我的恩情 盛总 我这边还有点事 就先走一步了 好的 苦先生 你有开车来吗 要不要我安排车送您回去 不用了 这年头开车不太安全 尽量还是打车吧 说完我便来到了街边 打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盛启峰站在原地回味着我刚才的这句话 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盛总 车已经过来了 咱们什么时候走 不用了 你刚刚没听到苦先生说的话吗 现在开车不安全 我还是打车回去吧 说着他也来到了街头 学着我的模样拦了一辆出租车 这又一次把那几个保镖看傻眼了 盛总今天这是咋低了 该不会是重些了吧 第二天 我来到了陈鹏的酒店 苦大哥 低皮的是搞定了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 陈鹏顿时有些激动地看着我 现在蟒孙一般的低皮在您的手里 那是不是可以去跟李老先生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情了 那帮港商可是带了上千亿过来投资 哪怕是拿下十分之一的项目 也够咱们赚得盆满钵满了 我微微一笑 今天龙舟会举行一场土地招标拍卖会是吧 是的 我听说这次除了给蟒孙另外那一半地皮静行招标外 还会拍卖一些古董用来做慈善活动 龙舟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到场 李老先生和那些港商肯定也会来 走 咱们也过去看看 对了 把天阳也叫上 没一会 我们几人便来到了招标拍卖会的现场 因为我走在前面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 那个年轻人是谁 好像从来没见过 不认识 很面生 可能是这里的服务员吧 咦 不对 他后面那个不是凤天阳吗 他的三叔可是住建的老高层了 怎么自向身份跟在后面 这算什么 看到那个黄头发的没有 他吊成旁 开酒店的 但是你知道他父亲是谁吗 难道是 陈居座的儿子 见到那人点了点头 众人全都心中一惊 看向我的目光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连李老先生也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那个年轻人到底什么来头 就连那两位公子都成了他的跟班 该不会是省礼来的吧 旁边的盛起风听到身后的议论声 也扭过头看了过去 当看到是我后 他连方笑容满面地跑到了我身前 随后深深地锯了一躬 苦先生 你也来了呀 这一幕把在场的人都看傻眼了 我没看错吧 盛世集团的盛总竟然跑去给他鞠躬了 这 这 大人物 此人绝对是大人物啊 李老先生和那两个港商也是再一次被震惊到了 看来我们又一次看走眼了 我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优秀青年 没想到他居然隐藏得如此之深 就在此时 杨世集团的杨宗祺来到了现场 盛世集团顿时双眼通红 杨宗祺三番两次想要谋害他 昨天如果不是我出手 他恐怕已经被烧死了 盛总 这里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 听到我的提醒 盛世集团这才冷静了下来 盛总 我听说昨天你那辆车着火了 还把你一个下属给烧死了 你没事吧 盛世集团冷冷地盯着杨宗祺 眼中的杀鸡一闪而过 这时 韩家的韩景祺父子俩也打到了现场 仇人见面果然是分外眼红 见到我的瞬间 韩景祺立马就炸了 爸 就是这个幸苦的小畜生 他三番四次坏咱们的好事 我现在就叫人弄死他 韩铁山满脸阴沉地瞥了我一眼 闭嘴 没看到你老先生也在这里吗 咱们韩家刚刚才与他达成合作 别让人家看笑话 韩景祺来到我身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小畜生 晚点老子再收拾你 我微微一笑 没有搭理他 很快拍卖会就开始了 前面都是拍卖一些比较常见的古董 很显然 大家都不是很感兴趣 直到古董全部拍卖完后 这才开始了土地招标 接下来是关于网村二号地皮的招标 起拍价是三千万 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 全场瞬间沸腾了 谁也没想到官方居然把这块地皮的价格定得这么低 看来真的是下了决心要招商引资 共同建设龙洲了 我横桐集团出三千五百万 蓝天集团出三千七百万 千达企业出四千万 在场的企业家们一个个都跃跃欲试 明知道那帮港都富商对这块地皮势在必得 但他们还是抱着简陋的心里纷纷喊出了报价 很快 价格就提升到了两亿 我横市集团出三个亿 杨宗祺直接就加了一个亿 这样那些想简陋的企业家们瞬间就哑火了 而韩家父子俩就像是在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杨宗祺 李老先生 你也差不多可以出手了 作为港商代表的李老 微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也加入到了竞拍当中 没议会的功夫 价格就飙升到了十四亿 此时的杨宗祺已经是满脸汗水 看上去很是焦急 直到这块地皮的价格被李老先生抬到了十六亿的时候 杨宗祺终于停止了叫价 韩景祺一脸比一地看着杨宗祺 不自量力 你区区一个杨室集团 居然还妄想和李老先生争夺地皮 李老先生只需要威威出手 就已经是你们杨室集团的极限了 杨宗祺被这句话气得满脸铁青 奈何实力不如人 他也无从反驳 就在众人都以为这次的招标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 我却笑着开口了 我出二十亿